拆除和更换 HP LaserJet Managed MFP-M72625、M72630打印机系列的碳粉收集装置。 从包装中取出新的碳粉收集装置TCU, 将塑料袋和插头放在一旁平坦表面上备用。 将新部件放在一旁平坦表面上,并确保碳粉开口朝上。 打开 HP LaserJet M72625、M72630MFP的前盖。 按下碳粉收集装置左右两侧的释放突舌, 小心地将碳粉收集装置从打印机中取出, 让其保持水平,防止碳粉溢出。 在拆卸过程中或拆卸后,不要将该部件倾倒或倾斜, 也不要将碳粉开口朝下放置装置。 碳粉会溢出,可能会弄脏地板和衣服,而且很难清理。 确保碳粉开口朝上,将插头插入端口。 然后将旧的碳粉收集装置放入塑料袋内。 密封袋子防止碳粉泄漏。 HP建议尽可能回收TCU。 将新的碳粉收集装置滑入打印机, 用力按压装置,直到其卡入到位。 突舌应发出咔哒声,表明已安装到位。 关闭前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断追 打印机装置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